刚才圣哥也说 哥罗兹尼还是没有战争痕迹的 因为一切都是崭新的 这是广场上还搞了一个充气的玩偶 这玩偶还带着子弹夹 你说这个简直 就这么一小片高楼大厦 好了回车 然后我们准备跟圣哥继续往前 我们下一站是哪 记住了名字了吗 没有 站的目的地是阿特伯拉罕 现在其实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因为这个饭吃的有点时间太长 我们这个本来是应该是6个小时到7个小时的行程 估计今天晚上到不了了 努力吧 这里边这个广场上华尔燕不少 还有小挨马 我们中午来的时候是一点人都没有 这下午 四五点钟已经 很多人是小朋友了 我们接下来将从格罗兹尼处罚 横穿整个俄罗斯回到北京 全程一万多公里 因为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归心四肩 没有什么心思继续游玩了 所以计划10天内就开回去 平均每天要开1000多公里 所以接下来的行程将变成了物流四季的模式 今天我们将从格罗兹尼前往477公里外的阿斯特拉罕 明天从阿斯特拉罕前往427公里外的富尔加哥勒 这都是来这儿接水的 都是来这儿接水的 都是来这儿接水的 两个桶 两个树桶 你瞧瞧人家这桶多大 他们直接喝 不用了不用了 我再接一点 别接太多了 以后再说了 咱就洗澡 而且这边水质其实不是特别好 300多 之前加的都是不足100的水 感觉这边几公里的村子能指着这口井的 一出欧洲 一进俄罗斯就开始过江湖了 这还好比我们来的时候冬天好多了 那时候天寒地冻的 这个天暖和安好 你家几桶了 三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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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桶才二十五桶而已 你看我们那个 在来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 我的手根本就没法跟水 接受它时间太长 太长了 就是水冰了 就冻着了 那天一堂走了 这都是开着车来提水的 在跟乡亲们抢水 这特别不好 行,就这桶吧,我们到此为止 有点就行 肯定就是那个绳子刮的,不小心刮它 好,走,我们走吧,不再抢水,人太多 走吧 来了三辆车在这等着水 走吧,大家吃完晚饭出来接水 这还没吃完饭呢,现在才刚不到6点 天都已经这样 已经跨黑了 哎呀,都装着满满的后备箱走 排队接水,真的是咱来的时候都排没人呢 刚好赶上这些接水的事情 结果咱一来就吃完晚饭了,没事了,过来把水一接 明天用 跨越沟,好大一个沟,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在俄罗斯境内,基本上是没有高速公路的 我们唯一遇到的就是,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一段是高速公路 其他路段,基本依赖国道 我们今天很不幸,刚刚出了格罗兹尼 就遇到了将近30公里的,非库庄路面道路 只能缓慢向前爬行 太阳有问题了 400米左转 这是几个意思,怎么两条路 就走这边吧 因为感觉这边有车过来 我觉得这虫一直在往咱坡地上撞 300米向左转 应该就是那辆车转进去的路 直接转是吗 是吗 是直接转的位置 200米往左转,还没到 直接左转 嗯,200米左转,还没到呢 还没到呢 行驶200米后,向左转 我觉得你往那头走吧 跟着那个车怎么来的,怎么走 就是小车那边吧 小车能过,咱肯定能过 诶 太吓人了 200米 200米 200米这个路 真不知道谁都能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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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说那个车要在这儿,叮叮光光人就过了 100米向左转 是不是这个坡里啊 是不是左嘛这个 是这儿吗 但是他这儿好几条路呢 他现在显示着还往前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点网都没有 啊,应该是这个出车这个口 40米 40米 哎呦,我的娘亲 哎呦,我的娘亲 这哪是路啊 这是路的是不是 请继续前行 请继续前行 哎 咱上逆行了是吗 没有啊 那你走吧 那你去 哦,没有 你走吧 走吧 你赶到这边 搭车前面走 我现在我们离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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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是那么的不靠谷 这路 他进了这个共和国 那个路就开始不好走 出了共和国还是这水啊 有好准吗 还差最后几米吧 就要出这个共和国 然后翻过这种小三 就是另外一个共和国 那里 是不是翻过这个共和国就好了 你看果然是出了这个共和国路就好走了 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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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看见的水尼蒂跟看见亲人一样 这个凯尔梅克共和国打咱们进了这个共和国 路就开始不好出不好走 这这个国际分分钟就好了 我们现在终于离开了卡尔梅克共和国 进入了阿斯特拉汉州 然后现在也正式的快进了一个小时 刚才那个分界线应该是夜里11点 那现在到这边的话就是当地时间的夜里12点了 和中国只差4个小时 我们计划在路上看哪能停车的话 我们就打算停下来歇一歇 明天再继续开 刚才那个20公里的路开的 我们实在是要死要死的 谢谢大家